是 微臣给皇上请安了 你回来了 是 皇上 清廉姐把密函交给你了吗 给了 不过她也为此受了伤 我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不轻 现在并无大碍 朕已经吩咐御医为她疗伤了 皇上 太后看过这封密函了吗 看过了 那魏承天早该抓起来了 可是我在外面怎么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太后不让抓人 有了密函 证据确凿 太后怎么不让抓人呢 太后的意思 魏承天是三朝重臣 又攻于朝廷 不忍就这样拿下她 自古全臣哪个没有功劳 如果持有功劳就为所欲为 做出贪赃妄法的事情来 就应该严惩不怠 这个太后也明白 但是关系太大 太后还是不让拿人 而且太后好像不太相信 着震细察 皇上应该好好劝劝太后 机会稍纵即逝 刻不容缓 我劝过太后了 没办法的 太后做事怎么这么糊涂 太后平时做事还是很讲道理的 这次真的 是不是太后觉得皇上的决心还没有下 才犹豫不决 不让拿人 决心和勇气 朕怎么会没有呢 我知道你有 可是你还没有真确的表现出来 太后她怎么会知道 那朕要怎样表现出来呢 再去求她 求得再真一些 让太后她老人家知道 你这次不行动是事不罢休了 必要是再加言加醋 就说城里早有传闻 未成天她要开溜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早上听那是小太监说皇上这两天都不大吃东西 哀家特意吩咐玉处老师傅准备这家好东西 皇上 你就减减要喜欢的多吃点 儿臣吃不下 没胃口 不吃会饿坏身子的 再怎么没胃口 也得勉强吃一点 不然哪有精神力气 处理繁重的朝政呢 为了朝政 儿臣更吃不下 朝纲一日不振 叛光屋里一日不除 儿臣就一日食不甘胃 亲不安息 皇上是因为哀家不让你去抓魏首府 而吃不下饭 母后 未成天已得知儿臣已取得密函 今天称病不来造巢 城中传闻 他已经在准备开溜 儿臣担忧若不及时查封 迟了 连那些被他们中饱私囊的赃款也不知所踪 届时 朝廷国库损失不非呀 真有这等事 母后你想想 未成天犯的是滔天大罪 要满门抄斩的 他不走何代 但他走了 儿臣又如何面对天下臣民 到时臣民共怨 都说儿臣身为一国之君 顾兮养奸 这 母后 儿臣不想 冒天下之大不为受天下人非议 儿臣更不想江山败坏在儿臣一人之手 无颜面对劣带先皇 母后 让儿臣去办 不想干嘛 如果哀家再阻止你去抓人 这个责任可担当不齐 好吧 你去抓人吧 但是 一定要秉公处理 母后放心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拿下主犯之后儿臣定会依法审讯 并公办理 但满朝上下心服口服 朕就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将魏成天秦为月等一干人一网打尽 集拿归案 最深谨遵圣欲 全力以赴 万死不辞 如果他们大敢反抗 格杀无论 是 好 你们出发吧 是 遵旨 收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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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什么事这么举啊 皇上已经派遣东西内三场洞主 前来抓人了 大人对我有恩 特此冒险前来 请大人早做准备 告辞了 爹 迫在眉睫 不得不走了 可以不走的 爹还有最后一招 我再三的思量 为了确保魏家的家业 权衡轻政 权衡轻政 唯有弃居宝帅 你的意思是 是要我 由你去自首 承担一切责任 你还不是我写的 皇上不会相信我 我可是你的亲儿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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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整个魏家的家族 为了你自己 只有暂时委屈你一下 还说是为了我 你干嘛 你干嘛非要我去自首呢 为了魏家 你怎么不去 你怎么不去 你自首跟我去自首是大有分别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去自首 我仍然是全请天下的首府 我可以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但是我去自首 认罪被抓的话 你是可以没有罪的 但是你想想看 这样的话 朝野都会笑你是个罪臣之子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去坐牢 从此备驾就永远不能翻身了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所以现在由你去带我自首 只要我在朝中能够继续立足 我担保你平平安安的 坐几年牢 又算什么呢 等你出来的时候 这个天下还是我们的 男子汉大丈夫 要有为魏家承担一切的勇气 你说呢 是什么呢 进去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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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劝儿不孝 贪赃王法 老夫正要将他绑上金殿 这任何输势 皇上 请恕老臣无礼 这是怎么回事 启禀皇上 老臣今天才知道 劝儿应其斗胆贪赃枉法 侵吞朝廷拨款 老臣不能不大意灭亲 将其拿下 嫌老臣已问明一切 特亲自将他绑上殿 教由皇上去刑部严加处置 以端视听 以正国法 老臣教子无方 也尽向皇上赴敬请罪 请皇上严加处置 畜生 还不快向皇上禀明一切 皇上 微臣知罪 微臣亦是利欲熏心 意图侵吞朝廷拨款 重报私囊 皇上 被夹炎发现 严加训斥 是微臣知罪了 万分懊悔 甘愿随夹炎 来向皇上请罪 启禀皇上 既然守府大人 王子上殿 以正国法 皇上大可在殿上审问犯人 问清案情端倪 以正真伪 免得冤枉无辜 是啊 皇上 魏英杰虽然认罪 但也要认得有评有计才可信 否则待人受罪就不值得了 对 朕得到一封密函 皇上 那微守府 只是南极巡抚神族望 倾吞君饷 这密函上的署名 可不是你魏英杰 这封密函是微臣 模仿家园笔记写的 家园他全部知情 皇上 犬子字小 都是由老臣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老臣的笔记 那他是最清楚不过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连父亲都利用 那皇上让魏英杰写两个字看看 好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 交给丁大人和施大人 是 你还想把你放开 你还可以放开 你再说 我说说 你不需要压力 你来唤一顿 我才能做压力 很压力 既然是你做的 那还有同谋吗 此事是我和秦文月两个人合谋的 家延全部知情 皇上 罪臣句句事实 绝无序言 皇上可向秦文月查证 辩知一切 此事真的与家延无关 罪臣万死也难辞其咎 望皇上明察 启禀皇上 魏首府深明大义 自邦亲子上庭请罪 此事看来实是魏英杰和秦文月俩人所作所为 既然魏英杰已经承认了 那就不该再怪罪到首府身上了 皇上应该公布天下 侵吞君相一事 与首府大人无关 以免天下臣民百姓 对首府大人有所误解 不 万万不可 皇上 臣教子无方 怎么可以说是无罪呢 皇恩浩大 我本该结成报教朝廷 不行 家门不幸 除了这么一个我国殃民的逆子 我以罪无可恕 我 我唯有一死 一谢天下 收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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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收复大人 皇上 魏首府有功于朝 不能枉死了 皇上任后 快劝劝魏首府 否则国家失去一个东梁 皇上任后 皇上任后 快劝劝魏首府 快劝劝魏首府 现在就将魏英杰压下 与秦魏雁一同交于刑部审理 倘若贪赃王法之罪属实 绝不能姑息 必须严惩 以敬效尤 是 走 走 皇上 老臣对不起朝廷 对不起皇上 皇上 太后娘娘娘家驾到 朕没想到这条老狐狸 会来这么一招 釜底抽薪 眼看快抓到手了 又让他开溜了 不过 众叛他的宝贝儿子 也算是对他的成绩 这老狐狸还不知罪 继续干那贪污的勾当 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起奏皇上 太后娘娘驾到 尔臣恭迎母后大将 给母后请安 微臣给太后娘娘请安 不必多礼 请起来 谢太后 你等在这里议事 哀家不请自来 没妨碍你们吧 哪里不碍事的 母后请上座 你们是否在议谈 魏首府父子的事 是母后 魏首府家门不幸 出此不孝逆子 真叫人唏嘘 你们准备如何处置魏英杰 当此整肃立志 拨乱反正之际 魏英杰贪赃妄法案情严重 罪无可恕 理应处斩 魏英杰年纪尚轻 他由父亲绑着上殿请罪 意见有悔改之意 凡事要留有余地 何必破人太甚 母后仁慈之心 儿臣明白 但此案案情严重 必须杀一井百 否则 皇上 哀家倒觉得 律法不外人情 魏首府就这么一个独子 他在发觉儿子犯罪之后 立即绑儿子上殿请罪 英杰也坦白招任一切 就此种种也该设起死罪 母后这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 魏首府对朝廷有功 就算给他留下一点情面 不要让他有太大的冲击 也无可厚非 况且可以让天下人 看到皇上的宽宏大量 不可厉害 但贪污之风不可找 众臣之功更不可忘 母后 你还想狡辩 那倒真的让哀家之设计于不够吗 太后娘娘身思远虑 何情何礼 臣等心领神会 其实魏英杰虽是罪无可赦 但也罪不至死 还是丁太傅通情大礼 动得分寸 母后放心 儿臣定会顾全大局 给魏英杰一个合情合理的判刑 好吧 你们继续谈吧 哀家也回去歇息了 恭送母后 一定是那个老狐狸又去求过母后 皇上 我们何必跟太后抗争 大老虎逍遥法外 连小苍蝇也不用死 那还有什么意思 皇上 其实你不必烦恼 魏英杰死罪可免 但是活罪难饶 是啊 皇上不杀可杀之人 朕可以小视天下 圣上仁慈之心 况且将魏英杰判刑 以对那些贪官污吏 起到警戒作用 墓地已经达到 好 此罪可免活罪难饶 朕一定要好好地制止他 就让他上街游行示众吧 审得贪污犯未迎接 正地窃固 以律定刑 本应严惩 姑念自行成名 同宽准节 勇求女王 向尝测实力 以为贪当王法师弟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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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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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叔 严重彪头 天佑叔 严重彪头 天佑叔 我们来了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今天有什么大事要庆祝 还不是把魏英杰拉去游街的事啊 是 是啊 把贪官屋里拉下马了 大快人心的 这次刑部 能够定下魏英杰的罪状 和那封命函是很有关系的 算起来啊 我们大家都有功劳 所以今天我做冬主 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尤其是铁虎叔 我表情还有事要办 我就不去了 你帮我们的事张扬出去不太好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 这么热闹 为什么不去啊 金华 你跟他们去吧 我啊 干娘 大家这么开心 你也一起去吧 你叫我干娘啊 我们不是已经三机长了吗 开玩笑 怎么能当真呢 好啊 既然大家这么开心的话 来大家一起到喜香坟喝一杯 好不好 好啊 请我带来了 好好啊 你们先走 我先去梳妆梳妆就来啊 二乔 你来陪我啊 你还要梳妆呢 阿吉 我是来找铁虎叔的 不是来找你的 连师父都不要的人啊 我们不要理他 阿吉 酒吧 我们走 总表头 赵爷有事找你 什么 跟我走吧 叩见赵爷 铁虎带到 叩见赵爷 赵爷 你真是对不起 你竟敢背叛我 收复大人为了这一次 魏公子弄成今天这样 全都是因为你失之所致 赵爷 我罪该万死 要杀要刮 全被赵爷处置 你这种人死不足心 你 赵爷 让我带你杀了他 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虽然我痛心的 是我这么信任你 而你竟敢背叛我 你走 我再也不要看到 你这忘恩负义的人 赵爷 赵爷 我盐天虎不是负义之人 你的恩情 我会用一辈子报答 赵爷 赵爷 请把我留下 我要好好报答赵爷 请赵爷输罪 不必多言 我心意已决 赵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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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我一定要还给你 我对天发誓 我以后一定不给赵爷丢脸 求求赵爷了 赵爷 我以为你 背叛了一次 还会有第二次 不会的 只要赵爷肯收留我 我以后全听你的 好 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留在标局里打杂 以后所有的事情 全听达恩的 是 赵爷 对谢赵爷 大恩 以后标局的事情 就交你来管 至于铁虎 你给我好好地看紧着 是 赵爷 从今天起 标局就改为大恩标局了 至于铁虎 再让他留下来当打杂的 铁虎是我们总标头 怎么可以让他去打杂呢 现在的总标头是我 谁不想在这坐下去 现在就走 铁虎 走啊 还有 这位是我的夫人 你们以后要对他尊重一点 好了 你们继续干自己的活吧 是 是 铁虎 这天井的地砖脏了 赶快给我洗干净了 还有啊 去替我冲杯热茶来 铁虎 倒茶倒水都要你做 我们不要留在这里 走啊 不 这样能让我留下来 做什么都行 哎呀 你不会的 喂 给我倒茶 哎 你叫我 对啊 我看你给我倒还差不多 笑话 这里又不是金花酒馆 在这里你就得听我的 我才是这里的老板娘 热茶来了 不要你 不要你 你来奉茶 你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他是我的朋友 请你尊重他 尊重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尊重 就是 什么尊重不尊重的 你们是下人 不对了 就该打 这几招 当然是赵爷教我的 没见过吧 今天让你开个眼 走啊 天虎 你不要留在这里 别过来 走 走 老公 你真厉害 连以前的总标头都打不够你 多亏赵爷的教导 不过太太弄包了 开标局只是小生意 其实还有不少赚大钱的方法呢 我知道你很有办法 我就放手 让你尽管去做吧 是 赵爷 我一定好好干 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跌骨人呢 我白天为了老婆和跌骨骑拼头吵了起来 我打了他一顿 他跑了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知他 怎么 你怕他不回来 你放心 这个愣头青 他是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吗 不信 我可以跟你打赌 我回来了 赵爷 你可真行 赵爷 是你啊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是从来不到标局来的 今天怎么会来是吧 是啊 我是来看大恩的 我看重他 所以我才来 赵爷 有什么吩咐吗 我哪敢叫你做事 赵爷 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凡事听大恩的 你怎么跟人家打起来了 快去到他 向人家认错道歉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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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人家认错就这么勉强吗 快去 跪下 总不要逃 我错了 喝了这杯茶 请你原谅我 我跟你们听说不错 他们这逆了 叫他 再 Republicans 不然不然我就结束难逃了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不会惊啊 没有啊 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我微观多年 向来清廉 两袖清风 那你怕什么 我 我怕皇上现在智力速摊 雷厉风行 我微观这么多年 难免有时有不仅身之处 万一 我看你当官 只是不够谨慎而已 施大人 你千万要高抬贵手啊 我年纪大了 或者有时 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你年纪大了 那有没有想过回乡告老啊 一言惊醒梦中人哪 是啊 我是应该到了 此官告老的时候了 可是 你在这个当口辞官 会不会叫人怀疑你挂钩底皮 为罪潜逃 千万别误会 我绝没有挂底皮 也绝不是为罪潜逃 我发誓 我绝没有 施大人 你要为我作证啊 我又不知你底细 我怎么帮你作证 只要保住我这条老命 我什么都不要了 喜奏皇上 为迎接贪污案 审劫并昭告天下之后 万民称颂皇上速贪畅联的英明决断 正斥即刚初见成效 好 速贪畅联乃基本国策 并非权益之计 有赖诸位朝臣实家查处持之以恒 如再发现有人贪赃忘罚 非言办不可 臣等遵旨 丁太傅上次犯了一点小错误 如今已试过境迁 况且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计 朕决定恢复其顾命大臣原职 谢皇上恩典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仲庆家还有何事上奏 启奏皇上 微臣禁患顽疾 欲辞去拂隐一职 挂官回乡 望皇上恩准 拂隐一职责任重大 即使身体欠佳 朕也不忍你再操劳 好吧 朕就准你回乡养病 谢皇上恩典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福尹职责重大 不可一日无人 诸位清家 你们说说看 福尹的遗缺该由谁来接任 启禀皇上自肃瘫畅联以来 要算师级的功劳最大 微臣提议福尹一直由他来继任 好吧 传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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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师级叩见皇上 师姓家 顺天拂隐武征文因病请辞 拂隐一职就由你来接任吧 皇上我恐怕难以胜任 不怕的 朕知道你是胜任有余的 谢皇上恩典 今天真不错 咱们到哪去啊 不是说过了吗 随便订了 好啊 福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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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你 多谢各位受过如此错案 今后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各位各位 师福尹非常感谢大家的爱戴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我代表师福尹向各位道谢了 不过请大家后退一点点 大家后退一点 今天人太多了 以后再跟各位慢慢谈吧 再见 再见 谢谢 恭喜 太可怕了 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 我这还没上任呢 可不是吧 走 来 阿吉 阿吉 恭喜你当了福尹大人 恭喜 恭喜 真是太高兴了 太值得喝一杯 对 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严寿寺外面 白礼 希望大家不醉不归 走吧 准备一下 走 走 改天吧 大家别急 阿吉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改天吧 大家请回吧 请回 改天 改天 一定有点好 谢谢 请回 这种热情真让人吃不消 是啊 想不到爷爷之间 你就成了京城的大名人了 这让人高兴 是啊 是啊 我们站在旁边也感到很光荣 长了不少光 那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只要心里高兴 再辛苦我们也觉得值 对 人怕出名猪怕肥 我真受不了了 还是以前的日子好 自由自在 多轻松 石大人 武大人 向你告辞了 我现在是无官义身轻 身无常物 可以说走就走了 好 那一路上多多保重 对了 石大人 请你转告皇上 我已倾尽所有 都捐给了穷人 这就叫做还财于民吧 怪不得你今天精神清爽多了 不像从前一样才多身子弱 这是石大人指点迷津 我现在可以轻轻松松的回乡了 家乡还有几块薄田 也足够我安乡晚年有余了 石大人 后会有期啊 后会有期 好 各位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好 阿吉 这官府我帮你改好了 试试看吧 对啊 你改的肯定好 不用试了 不行不行 试试看嘛 试试看哪 好吧 好 挺合身的 这是什么 这是给你的特例 想想意思 清莲 不要用力 你的伤 皇上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不碍事的 你不能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子 多谢皇上让我在此聊上 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想我该走了 不行 你不能走 我想你就在宫里留下来和我一起过日子吧 怎么 你讨厌我不喜欢我 不 你是一个好人 你对我的心意我也能明白 可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们的身份也完全不同 你是高高在上的皇上 而我则是一个漂泊江湖的女子 我们根本不可能的 不 我们相处下去 不行的 我根本不喜欢皇宫里的生活 而且 你也不可能随我去漂泊江湖 这些是怎么都不会改变的 你别这样不开心好吗 我们以前都是有说有笑的 看来 看来 我没办法劝你留下来 要是我下一道圣旨 一定让你嫁给我 可以吗 我当然不会这样做 我只是肯求你 如果你不是甘心情愿的 我是不会逼你的 皇上 皇上 我实在是舍不得你 我只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感觉 你赶不得你 我ziej是留在老公前 我逼你 你不需要你 我们一起去 你跟我来 参见皇上 皇后免礼 参见母后 参见太后 参见皇后 皇上 这位是 这位便是清莲姑娘 是她冒险将密函送到宫中 才能揭发卫营结 贪污之罪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我没有做过什么 你怎么 我没事 母后 清莲姑娘伤势出狱 所以礼数不周 请原谅 清莲姑娘不必多礼 起来吧 来 这次辛苦你了 我就是不想让那些奸臣气压百姓 清莲姑娘这次劳苦功高 皇上 你应该好好奖赏她 不用了 只要皇上勤政爱民 国泰民安 这就是最重要的了 姑娘不求奖赏 足见侠义心肠 真是难得呀 清莲姑娘当人不让 真是令人佩服啊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点小事情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日服饮官业失窃一案 幸好皇上力保清莲姑娘 否则就做成大错 可是也让姑娘吃了不少劳逸之苦 皇上 你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是 对 蔡云 对不起太后 你怎么了 我只是 哀家知道 你是为了刚才看见皇上和清廉的事而心烦 大概是我过于紧张 不过我看见皇上对清廉姑娘 关怀备至 很是细心的 哀家也看得出来 我觉得他们好像认识很久 否则 不会在御花园这么亲近 清廉姑娘 貌似进宫送灭函给皇上 那是这几天的事 皇上跟他认识才不过几天 难道真的是一见钟情